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点评的时候 每一句话即切重要点的同时 又不会伤害到选手的自尊 这样的点评是很多专业评委都做不到的 而郭麒麟这个24岁的少年郎却做得如此优秀 还因此直接上了热搜 郭麒麟太会说话了 早已经看透人情冷暖的郭德纲曾经说 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 这句话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人人都看到了郭麒麟的优秀 不管是相手还是人品 演技疑惑着口才 郭麒麟都无可挑剔 所以缺粉无数 甚至不少的中年粉表示 身子当如郭麒麟啊 但是 所有看到郭麒麟的光鲜亮丽的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一路走来 郭麒麟实在是太难了 1996年的郭麒麟出生于天津 他出生的时候 是郭德纲最艰难的时期 不仅事业受创 就连感情 也在郭麒麟出生之后 如履薄冰 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事之中 2000年 郭德纲与郭麒麟的亲妈胡忠慧选择了分手 而当时的郭麒麟仅仅只有四岁 分开之后 胡忠慧去了日本 郭德纲忙着自己的事业 母亲远走他乡 父亲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四岁的郭麒麟只好回到天津 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郭麒麟跟着爷爷奶奶在天津读的小学 后来 父亲郭德纲的事业 终于有了一定的奇色 人人都知道相声界有个演员叫郭德纲了 于是郭麒麟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也搬来了北京 但是这时候的郭德纲 已经与王慧组成了新的家庭 不知道郭麒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还是想要得到郭德纲的认可 其中原因可能只有郭麒麟自己才知道 反正初中念完之后 郭麒麟就辍学习相声去了 拜了相声大师 也就是郭德纲的搭档于谦老师为师 郭德纲知道郭麒麟想要退学学习相声的事情之后 也没有阻止他 只跟他说 可以没文凭 不能没文化 可以不上学 但是不能不读书 我们家门风是这样的 一等人忠诚孝子 两件事读书跟田 念书是必须的 自力更生 友谊工作 减轻国家的负担 实现自己的价值 于是郭麒麟顺理成章的修学 学习相声 跟着于谦老师学习 不得不说 郭麒麟确实遗传了父亲 郭德纲的相声天赋 从休学之后 开始说相声 短短几年就在相声界 展露了头角 郭麒麟除了遗传父亲的相声天赋之外 还深得于谦的真传 不仅仅是相声 还包括演戏 相信在庆余年之中的表现 观众都是有目共睹的 虽然老郭说 自己并不忘自成龙 也不希望郭麒麟 可以给自己露脸 只要郭麒麟自己快乐就好 但是 如今的郭麒麟真的彻彻底底给他露脸了 不仅仅是相声说得好 而且演技比起郭德纲还要更上一层楼 并且出席各种综艺节目 表现结实不俗 也因此收获了不少好评与粉丝 乔乔说一句 现在儿子的粉丝 已经超过父亲郭德纲了 为什么郭麒麟这么多人喜欢 我想 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会不爱一个 有着身后教养的人 更不会有人能够黑得了一个 将教养儿子刻在骨子里的人 郭德纲说 什么是家教 就是现在郭麒麟在家中吃饭 也得问一句 这个我能吃吗 这就是家教 郭麒麟在家中表现如何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在综艺节目之中 郭麒麟的教养是有目共睹的 在跑男中 其他人直接打开箱子 而郭麒麟事先问一句 我能打开吗 而在参加某视频平台的年度升典的时候 郭麒麟上台与主持人打招呼 首先是先礼貌性鞠躬 随后才与男主持人握手 而与女主人握手的时候 郭麒麟是握的伴手 还有许许多多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郭麒麟不管在什么时候 在跟任何人说话的时候 只要说你 都是用的 您 看到郭麒麟的时候 我们都不由得感叹 这个大男孩 真的是将教养儿子 刻在了骨子里 举手投足 都可以看到他的教养 这样的夸奖 郭麒麒麒完全全担得起 这样的人岂会不受人喜爱呢 不仅仅是外界 都是支持他的声音 包括德民社内部 也是支持郭麒麟的 月明鹏说 但凡大林有一点私心 德民社谁也红不了 而其他的师兄弟 也纷纷表示 大林人真的很好 但凡大林小心眼一点 我们都不会好过 而郭麒麟 也讲述了自己 九岁十岁的一个故事 我九岁十岁的时候 我父亲的一个朋友 送了我一盒巧克力 我就对我妈说 您看 您儿子人缘多好啊 大伙都知道我可爱 给我巧克力 我妈说那话 我一直记到现在 不是因为你可爱 是因为你爸爸可爱 人家不是因为你 凭什么给你巧克力啊 那是因为你爸爸是郭德纲 人家才给你巧克力 郭麒麒麟的教养 让不少的人惊叹 于是有许许多多的网友 纷纷表示 郭麒麟确实当得起 德云社少班主的称号 可是你知道吗 德云社与郭麒麟的关系 并不是很大 因为德云社的法人 从来都是王会 包括郭德纲 都不占一丁点的股份的 郭麒麟仅仅是德云社 众多相声演员中的一个而已 郭麒麟说 自己很早的时候 有很多标签 包括有人说 理了你吧 你活不了啊 你是个啃老族 你是个赖泥扶不上墙的阿斗 你说郭麒麟 唉 知道 不就是那谁 郭德纲的儿子吗 十四岁不上学了 说相声了 那孩子完了 还有很多很多 其他的标签 郭麒麟说 自己拥有这些标签 自己也很无奈 想来想去 我就是要展现自己 到底郭麒麟只是 郭德纲的儿子 还是他自己 现在回首再看 郭麒麟一路走来 其实他走得 不比郭德纲轻松半分 有人说 郭麒麟没有他吧 谁知道他 那么问题来了 郭德纲怎么就红了 人人都看到了 郭麒麟光鲜的外表 但是却忽略了 老郭的儿子 这个身份 带给了他多少压力 人人都说 他是德云社的少班主 但是实际上 德云社从来都不是他的 德云社少班主之名 从来都是 名不符实的阿 一路艰辛 一路坎坷 但是郭麒麟 终于还是走出来了 现在人人提起郭麒麟 第一句是 这人是郭麒麟 郭德纲的儿子 而不是 这人是郭德纲的儿子 郭麒麟 看似只有先后顺序不同 但是实际意义也是不同的 艰辛坎坷 已经走过 郭麒麟的未来 是一条康庄大道 期待大林带来越来越多的好作品 越来越多的正能量 有身体 我修园地 邮宁 我修园地 您可以修园地